- 好了各位 时间到了 现在的时间是20点33分 今天是2017年的6月6日 这个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 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呢 可以说是比较的耀眼 比较的抢眼 那么这是有原因的 就是因为今天是6月6日 然后明天就是6月7日 后天就是6月8日 那意味着什么 那意味着2017年的高考即将开始 所以我今天专门穿上这象征的吉利 象征的胜利 象征的就是马到成功一帆风顺的红色的外套 要为2017的高考学子来加油打气 不但如此 我还专门跟我们家邻居说了 说今天要么就别到书房来 如果来的话 请无论如何 一定要穿上红色的裙子 对我们一起以壮生味 谢谢 网友一上来 啊啊零送了一大堆的竹子 谢谢各位 然后这里有人提到 这意味着老师也要放假了 没有 就是那个 我们大学和高中的这个还是不太一样 对我们放假还有一段时间 谢谢大家送的竹子 然后向大家问好 现在时间的是20点34分了 那个就是依然是为了给大家心情的 勤奋的准备节目 所以呢我们又拖堂了 就是就是开始的时间又晚了一点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的节目呢 每周二三四的晚上八点到十点之间是要开播的 这个事情是雷打不动的 不论是就是晚开多少 反正是要开的 对所以现在呢 哦 谢谢情商随风 送了好多条的铐鱼 感谢 欢迎大家踊跃送礼 我觉得大家晚上还有攀不腰 送的好鱼 今天晚上大家送的这个 无论是好鱼 还是竹子 还是任何其他东西 其实代表的是 我们对于高三考生的一片祝福 有网友说 我主要是来看背景的 好的 如你所见 我的背后 我背后的这个景色 就是我们节目的背景 欢迎你收看 那么 今天节目呢 还是有很多要说的事情 然后看看我们家邻居在不在 邻居 刚才不是还有俩 那个谁换了 谁有红裙子了 请穿上来一趟好吗 为什么要穿红裙子呀 高考啊 我跟他不是说高考吗 对我们给高三考生加油吗 好吧 对 一定要红色啊 千万不要穿黑色的深色的衣服来 这个是有讲究的 然后谢谢大家 送的竹子 这里有人说 其实红裤衩也行 我倒是有条红裤衩 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要做的呢 是就是说 就是说 为高三学子壮行 所以一定要让别人能够看得到 光内秀是不可以的 而另外方面呢 就是如果一定要内衣外穿 就这种美国超人范吧 其实我国的这个高三考生 还不是非常的接受啊 主播好 对于你从小白哥推念到老白哥 有何感想 问题是我什么时候是小白哥呢 现在在在线呢 网友多达一万两千多人 然后对吧 这里有人说主播正在为高考加油 今天高考是我们的一个重点话题 我的确是 好好说一说 就是说高考是一件 对吧 这个重要的事情 你要内衣外穿 我没有 我是回答他们的问题 对对对 这样就对了 就这样 很好 大家好 一起为高三学子来加油 今天是不是可红了 我又没想到你有这么红的衣服 好看吗 好看好看 挺好的 小倩 大家好 这个呢 其实现在来到我们的书房 我们的直播间的呢 就是我家的邻居 小倩 小倩同学 她的微博呢 是小倩爱学习 然后今天出现有趣的事情 在我的动员之下呢 她也是专门穿上了红色的裙子 我们两个一起要为高三的考生加油 加油 但是你的这个红的吧 你知道你坐到沙发里面 有一点好像要消失在这个沙发里的感觉 就要融合一体了是吧 就陷进去了 对蛮好蛮好 很好的效果 就是要这种感觉 就是要这种祖国山河一片红的感觉 真是的 坐在背面还要坐在背后当背景 还要专门穿红衣服 这个是有价值的 不是这是为了为了高三学子啊 对吧 人家高考了 有网友说好看到爆炸 真的吗 还有人说人比衣服好看 去年我记得我去年高考的时候 我在我们那边的学校采访当出镜记者 对啊 想想一年又过去了 对啊 又是一批高三的学子 对吧 谢谢大家送的竹子 可爱的竹子 好了 那那个就说呢 我看我今天先说什么 因为要说的东西特别多 你要喝水吗 我去咱们水 你要喝水吗 我我我我右手 不好意思忘了给你到了 好了 我呢 首先要从体育方面的消息来说起来 我们家林就真是太配合了 给力 给力吧 给力 来的各位 首先我要讲到的一件事情呢 是海湾 有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 叫做卡塔尔 大家有听说过这个国家吗 其实还是相当有名气的 国家虽然不大 但是非常的富有 因为 它是这个 海湾的 对吧 有着丰富石油资源 还有天然气资源的这么一个国家 但是 它现在遇到麻烦了 什么麻烦呢 就是许多国家纷纷跟它断交 比如什么巴林啊 沙特啊 埃及啊 阿联酋啊 还有什么野门 后来加上了马尔代夫 今天好像又加上了什么国家 反正总之吧 大概现在有八个国家 突然间七了哗啦 就跟它断交了 具体什么原因呢 我们就不在这探究了 反正总之呢 可能与地缘政治的冲突有关吧 但是我在这里 你知道 他们都在说中东的石油 说卡塔尔 而我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 什么呢 足球 什么意思呢 因为卡塔尔吧 是2022年的世界杯的主办国 各位 这个消息非常的重要啊 就说呢 卡塔尔在2022年 办主办世界杯 但是因为它那点特别热 它实际上全是沙漠什么的 结果就怕大夏天的踢球出人命 就专门把这些世界杯的时间 还改到了冬天 据说很多国家的球员 都非常的不满 而现在呢 卡塔尔遭遇了 就是说一连串国家 跟它断交这样的事情 我就不由的想 想什么呢 2022年的世界杯 有没有可能 就是卡塔尔朋友 现在太烦心 事太多 太忙 太杂乱 所以呢 也许就 顾不上了 那这个时候 谁最适合接盘 来举办这个 2022年世界杯呢 我不由的想到 我们中国 我们中国 其实早已做好了准备 我们中国这么多的热爱足球的球迷 我们中国有这么多设施完备的体育场 对吧 然后我们中国现在争执日上 然后很多球迷 其实一辈子就盼着国族能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这件事情基本上呢 就没完成过 当然有人会说 2002年 对吧 什么 韩日世界杯 我们国族出去了 但是冲去之后发现呢 是在韩国 等于还是在亚洲 所以其实他 我就觉得 所以看来也出不了亚洲 那就索性待在亚洲 那么 就是很多球迷 现在等着等着都老了 这是个问题啊 总得让他们心愿能实现 能不能让他们好好看一次世界杯 能不能让中国的球迷 可以不用熬夜的看上世界杯呢 能不能让世界其他地方的球迷 他们来熬夜看世界杯呢 好办法 有了 那就是在我国举办世界杯 而现在卡塔尔遭遇变故 很可能他的世界杯办不了 那这时候怎么办 2022年 我们来办世界杯 我觉得是合适的 所以我在这里郑重的呼吁 就是包括我们国家的外交部门呢 还有这个体育总局啊等等的 大家是不是联手商量一下 会商一下 就是我们怎么样 接过这个世界杯的大枪 不是大旗 要把它办下去 那么我就说呢 这个事情基本上是 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 只欠东风 欠什么东风呢 就欠我们一支国家队 国足 因为其实2022年 就是国足如果执意 作为东道主 入围并且上去踢的话 会不会有一点美中不足 所以包括卡塔尔人现在也未必愿意 所以就是他们好不容易 就是举办世界杯 就可以直接入围世界杯了 但是这下没气了 所以可不可以这样 我们商量一下 就是我们办世界杯 对 但是我们不派出国足 我们把这个名额还可以让给卡塔尔 所以2022年世界杯 我看好 顺便提醒一下 就是卡塔尔现在遇到这个情况呢 就是督促我们做些事情 比如说 我记得我们国家前几年跟卡塔尔签订的那个天然气的协议 那个天然气的价格其实有点偏贵了 有没有可能现在我们重新谈一下 稍微再压一压呢 咱比如说 就趁这个机会 因为对吧 他们之间有矛盾 我们应该跟沙特好好谈一谈 尽快把我国和沙特之间的 包括其他的海湾合作组织的这种石油的结账 结算全都从美元改为 人民币 OK 世界杯且放在一边 我们现在来说一说呢 有没有比啊 有 谢谢 不客气 我们现在说一说 另外一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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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重要的运动 那就是乒乓球 刚刚结束的市乒赛 大家可能都听说了 对吧 咱们中国队非常的厉害 除了那个混双之外 所有的金牌全都得到了 那就在6月5日的时候 乒乓球队 中国乒乓球队 国家队的队一 叫谬普 他发条微博 这个微博呢 引起了许多乒乓球爱好者的热烈关注和讨论 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一起来看图 就这张 就说 他说到准备回家 然后拍了辆 一个小推车 上面拉了几个瓶瓶罐罐 嗯 这什么东西 难道是淘的古董准备带回去吗 但是大家仔细看 你就会发现 说这几个瓶瓶罐罐 居然是中国乒乓球队 在这次的 对吧 时评赛上 得的几个奖杯 啊 这下把它给惊着了 说这个 咱们国拼可真不拿奖杯当回事啊 随随便便 找辆小推车 对吧 嘎啦啦 一拉 就给拖回来了 我跟大家讲 这不是最牛的一次 最牛的 其实是去年 大家看 去年当时这个国拼 也是赢了球之后 直接拿绳子一拴 对 就这个时评赛的团体奖杯嘛 绳子捆好 直接拎回来 这个呢 就是不经一些 我们国拼的气度 就在这里了 对 但是 但是这个 这个几个奖杯呢 引起大家浓厚的兴趣啊 那 就是有 尤其是有人注意到 其中这个 大家看到这个 大碗似的这个杯吗 对吧 这个口径比较大 那 就这个杯 不止一位网友提出来说 他感觉很像是 就那种 涮羊肉 对 老北京的铜锅涮肉 那火锅的感觉 说乒乓球队 有没有可能 用它来 涮一涮呢 被大家这么一说 我觉得 其实这个 挺好的 各位注意了 这个涮火锅的杯子啊 其实是女子双打的 这么一个奖杯 它的 它的名字呢 叫做 波普杯 那就这个 高高聚气 哎 真的还没有想到 它其实可以是涮火锅 对 然后呢 就是这个杯可斗了 说之前出过一次 乌龙 2011年的时候 张继科 当时在时评赛 夺得男单 结果 把这个杯 就等于是 女子双打的 波普杯 就发给了 张继科 然后张继科 当时也时尚 就捧着这个奖杯呢 拍张照片 对 他是史上 唯一一位 夺得了女子双打 奖杯的 男选手 哎呀 这是可爱的往事啊 我们今天一上来 关注了一下 这个足球 又关注了一下乒乓球 这个呢 是让大家得到充分的放松 然后我们要说到今天 特别重要的一个主题 那就是关于高考 有人提到说 没有地方架火 不一定 大家难道没有发现 就这个奖杯啊 我是仔细观察了 我隐约觉得 因为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 既然奖杯得了 那我们就要保管 所以其实这个奖杯 经常 经常就放在中国 然后大家仔细看着奖杯 你们不觉得 哎 就说这奖杯 它 它好像是 这是 好像其实已经涮过的感觉 就是 这显然是煮过什么东西 对 就这 火放哪 那个问题 是难不住我们的 是吧 火放哪 总有地方 它底下不是还有个座吗 在座底下 加一酒精灯 对吧 酒精灯 那也不够火大呀 那就直接旁边 这样是柴火 反正你要知道 想难住我们 用这么一个火锅来涮肉 真是千难万难 好吧 OK 对 对 有网友提到说 下边其实是蒸笼 上面的是火锅 还有人说 下边可以改成电池炉 还有人建议呢 在里边安装 这个酒精喷灯 这都是很好的办法 非常好 非常好 不愧是我大吃货帝国呀 各位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说到 关于高考的话题了 我相信在座 有很多人呢 都曾经参加过高考 我们今天就一起 对吧 共同回忆高考 并且一起为高考的学子 加油助威 这里有人说到 高考学子就别看了 哎呀 我说各位 今天不会还有这 高三考生吧 哦 你的心可真大呀 就是 不不不不 你厉害 我佩服 但是请你再过两天再来 好吗 不要在这个时候求求你 OK 你们你们 你们这么会吓到我们的 OK 高考 这这真的有人说 我明天高考 我去 我明天考 好像还不止一个呢 我就是高三 我的妈呀 有高三的吗 打一 谁是高三的 打一我看看 天哪 哦 不是吧 这个防管 你也是高三考生嘛 如果你是的话 我现在就解除你的防管职务 让你专心的去复习好不好 昨天晚上有高三的 睡不着起来看 我明天考试 今天看通宵 我也明天考过高三 天哪 这么多高三的考生吗 哎哎哎哎 我说我说 你们你们你们够喊 不是这是真的假的 还不好好去复习 是网友在逗我吧 喂你们不要为了这个出个风头 现在就疯狂打一 不会吧 我不信 我不信 我不信有这么多人 要说有三两个 这是有可能的 这么多 不会不会 这位网友说 看你直播换换脑子而已 重庆一中的高三学子 快去复习 这里有人说高考别怕 我在工地等你 你看这 我说这样 就今天的这个高三的同学啊 你们呢 我估摸着吧 看直播是不合适的 因为今天有些高直播的内容 还不是很适合你们 对 我建议你们看一下 我的高考战斗手册 如果你有这本书 今天晚上读这个书 对你明天考试是有帮助的 如果你没有这个书 上网去查 对 是有些网友呢 把一些节选啊 章节呢 传到网上 看一看这个 高考战斗手册 临终白狼注 好不好 也希望大家关注一下 我的新浪微博 临终白狼 OK 好了 那么接下来 因为明天有900多案 高三考生 你要知道 这是他们人生中 第一场最重要的考试啊 所以他值得我们所有人 为他们祝福 所以今天我和我的邻居 小倩 我们都穿上了红色衣服 来为他们加油 对 是啊 感觉穿得可红艳了 福州一中高三的同学 我的妈呀 你们真厉害 你们要早起考试 赶快 赶快洗洗摄影 对对对 各位可以了 现在已经20点51分了 你们就 就到这吧 好吗 这个人说 没事 保送清华了 这么 这太厉害了 你们都是什么人呢 明天考试 今天下午刚看完考场 沈阳十中高三 我的天哪 是真的呀 北京四中考生 我带的小课组里面 还有一位女生 就是北京四中的同学 很不错的哟 贵求明早作文题目 好吧 太古二中考生 太古二中考生 长沙民革中学同学 加油 岁昌中学高三 这有一位号称是 哈佛 奥夫尔在手 那 这个就不是一回事 没事 我考了好几年了 这是复读的同学 成都七中考生 我要考传媒大学 欢迎你 但是得早点休息了 桑植四中 南开中学加油 廊坊一中 重庆138中考生 胜利一中 我的妈呀 恒水中学 表示不考了 徐州一中高考加油 星野三高 我的天哪 这是在闹着玩 就他们在报他们的那个 霸州一中 济南十三中 桂林中学考生 毛潭庄中学加油 天水一中同学加油 嘿 我还真不幸 南师傅中加油 谁报这个笑名 我就给谁家 三合一中加油 然后但是实际上 咱们说好 我为你加油 我加完这声油 你撤 你下去 OK 平常我都拼了命的 忽悠人来那什么 今天 大家走 好吧 谢谢大家 同学们 祝你们天津近海一中 吉宁一中 OK 大家加油 村上一中 静西一中 邹平一中 吉宁一中 广雅中学 安顺一中 朝阳一中 衡阳二高 我的妈 田嘉禀中学 恒高考生 复旦复中 成都高考的兄弟姐妹加油 天津四中加油 常乐中学加油 大岗一中的有没有 高安一中 人大复中 广饶县 这是怎么回事啊 长鼠省中 恒阳六中 我的妈 考号都爆出来了 商和一中 筑马店 没看到 林南高中 宣化一中 张秋四中 我的天哪 柏阳一中 青岛二中 沁阳一中 高三二班 于小波 连名字都爆出 哈尔滨三中 八蜀中学 这是重庆的 天哪 湖北 黄冈中学 保底一中 这是天津附近的 来宾一中 朱成繁华中学 我的天啊 安福中学 有人说这些 可能是骗子 感觉你今天晚上 要报不完了 不是 就说 肥东二中 辽西市 二高中 三台中学 凤仙高中 石宴一中 军山中学 北镇中学 山师傅中 黄岗高级中学 车轴山中学 是这样的 就说 有可能 有的人 其实在糊弄我 但是呢 我冒不起这风险 石家庄 十七中加油 万一他们是真的呢 万一 延级三中加油 万一有一个 天津中学 有一个 屈辅一中 内疆六中 有一个是高三考生 你知道 咱们花这点时间 哪怕是被蒙了 也能够对他 有所鼓励 这个时候 就不能够外 怕被蒙 怕被骗 那 你看这个呢 我就不相信 比如他说是 坦桑尼亚一中 坦桑尼亚 是吧 远在非洲 你确定他高考 也是在明天吗 九泉师范 九泉市实验中学 全体高三 加油 西安交大附中 上海中学 老师加油 祝福一下 我九点睡觉了 快去睡吧 好吧 好了 各位 差不多了 就是那个 青岛五十八中 OK 西安交大附中 等等的 唐山一中 新东方一中 对呀 有人说 白岛是逃离满天下的 这真是逃离满天下的感觉 但是各位 倒数十秒 我因为今天晚上 到底还是有内容要播 我还准备了很多 很精彩内容呢 对 武南铁中 沙河一中 对吧 这个这个这个 蓝祥一中 蓝祥一中 少林寺一中 这就开始不太对头了 明光三中 武南铁中 妙一山中学 红中二中 湘北高中 还有陵南吧 柳江中学 五湖一中 好吧 可以了 就到这里 OK 长州三中 弟妹加油 弟妹加油 乌鲁木齐三中 我准备好了 好了 可以了 就这样吧 好吧 同学们加油 但是你们现在 真的可以下了 就OK 打中了 因为我今儿要说的 未必特别适合你们 成德实验中学 OK 就这样了 好吧 好 就这样 武当一中 OK 最后三所 OK 召唤师峡谷一中 这肯定有问题 你难道不是水晶二中的吗 这里还有小倩一中 好了 可以了 就到这了 好了 那个我要说的是呢 这不是高考要到吗 最后出现了很有趣的事情 说这个 但这个必须得有图有真相 我被给逗乐了 大家看 山东下发通知 高考期间 大学生一般不允许请假 说这个高考 6月7号8号举行 为了严肃考试纪律 杜绝在校学生 违规参加高考和替考行为 对吧 所以呢 山东要求高考要求高考期间高校学生 高考期间高校学生一般不允许请假 替考 已经入行 对 就等于是 就是高三学生高考 大学生都不可以放假 就是为了给你们加油 但是其实呢 这个是目的是很清楚的 为了防止替考 对 然后就有些网友 开始抱怨了 在校学生 对啊 说什么呢 说怕我们去给高考生代考 现在的大学生 哪来的水平 给高考生代考呢 这个话说的好有道理啊 对啊 就是现在的这些 在校大学生 让他们去给高三同学替考高考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为高考实际上是 世界上难度最大的一种考试 大家看 以至于有同学在问 学校和教育局 是不是对我们大学生 有什么误会呢 就是我们的水平 根本不足以高考的呀 对呀 这位说到 昨天导员说这事 他自己都忍不住校了 大三狗还能替别人高考 自己不挂科都谢天谢地了 你说这些人 这大三狗 当年也是高考狗啊 当年他也是过五官斩六将 高考上来的 可是现在 对吧 就已经沦落到 不挂科就谢天谢地的程度了 哎 真是让人扼腕叹息啊 再瞧这位 也许是怕大学生去了拉低分数线吧 哎哎哎哎 这个分析有道理 小萱萱 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啊 还有人说 主要是防大一的 毕竟刚从一辈子的知识巅峰下来 对对对对对 就是有一种说法呢 就说啊 我们国家最厉害的一帮人 什么人 就是高三 刚刚考完高考的这帮人 那真是文能安邦 武能定国 这个什么那个难题 对他们都不在话下 这就是他们人生 就是知识的巅峰 再过几年 他们都不会相信自己 居然曾经掌握那么复杂的知识 能够背下那么多的 对吧 文史 什么词条 这个但是 现在他们此刻 就是这样的神奇的状态 哎 这是令人感慨啊 对 但是一旦你上了大学 对吧 这一切可能就离你远去 真的会拉低分数 对 那个知识巅峰 知识巅峰又如何 有网友说了 大一算个鬼 我当年不出考场那一刻 基本上就忘光了 哦 真是这样 许多同学上大学的时候 已经处于清零状态 那 这里有人说 我的水平 怕是中考都没法给别人代考 还真是 就是现如今吧 我跟大家讲 中考啊 那个水准都相当的高 我们现在回去 做做中考题试试 你以为你说你高考 你怎么 你却先做过了 中考 你再试试高考 上次看一下小学生的 试试都觉得好难 对对对 现在是小学生的题目 都相当的有难度 继续看 都是我这位说 我现在是一名研究生 高中家教都不敢接 初中有时候都费劲 天呐 我国的中等教育 其实比高等教育要牛 那 这位说的 不到两周 大学生就要考四六级了 家长应该管好 刚刚高考完的孩子 对对对对对 应该担心的 不是说现在在校大学生 跑去替这个 什么高三考考 考生高考 应该担心的是 高三考生 对吧 考完之后 携他们这个万军之士 然后杀入大学校园 然后直接横扫 平堂四六级 这个才是让人担心的事情 对 我在这里要提醒 在座各位 如果有些在校大学生 为了这个赚点 对吧 外快居然去替人家 这个代考 现在代考是要入行的 有人提问 说今天是不是穿情侣装 他说咱俩穿情侣装 这个是 我们为了明天 对吧 九百多万 参加高考的学子 专门穿的 象征着胜利 象征着喜悦 象征着红色的衣服 是这个意思 对 为他们助威一下 加油一下 嗯 诶 这里有人说 我们学校四六级考试的时候 旁边中学 真的就不允许请假哟 哈哈 好的 很好 诶 这个 中高考试 知识点广 研究生是高精专 说是这么说 对吧 这里有人说 小倩看不上老白 大家放心 还真是会 宽大家的心 那个 然后呢 我们就要说到 一件有趣的事情了 今天 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话题 是什么呢 是暗黑高考 哎 暗黑高考啊 就是事实上 虽然说高考 在我们国家 是一件家喻户晓的事情 虽然几乎所有人 都要参加高考 无论是你将要参加 还是你已经参加 但是 正经来说 许多人对于高考 并不是真正的了解 OK 今天我们就要给大家 普及一下 就是你许多 还不了解的 高考的真实的 它的内幕 它的真相 你未必知道哟 但现在呢 由于有了互联网 由于有了 类似于什么直播呀 或者什么 包括知乎这些东西 越来越多的地方的 高考的真相 被我们知道了 哎 我今天就要给大家 揭露一个真相 大家看啊 就说呢 在知乎上 有人啊 提出一个问题 问的什么呢 问的是关于内蒙古的高考 对 是认真的啊 就是有人就认真提了这样一个问题 叫做啊 内蒙古高考 要考骑马射箭吗 哎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哦 咱们现在在线的网友里边 有没有是内蒙的朋友啊 对 给我们也介绍一下 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的好奇 对啊 你们就是内蒙高考的时候 是不是其实有点这种 对吧 特色像射箭啊 骑马呀 等 之类的 哎 有没有 对 立刻有内蒙的出来了 赤锋的 对吧 等等等等 哦 高一群啊 内蒙随便考 然后不止一位说 其实内蒙是不需要考的 好了 内蒙的朋友们 那有人说了 说真相 内蒙厄尔多斯需要考骑马射箭 你看 你看 总是有人会忍不住说出真话 我 我要说一句 内蒙的朋友 你们其实已经瞒不住了 为什么呢 因为已经有人把真相和盘拖出了 我之前也是不知道 我这回看了这 我才 恍然大悟 大家来看 就在知乎上面 有一位小约翰网友 他说作为一个内蒙人 这问题我已经快解释一万遍了 别再问了 是 对 是要考射箭骑马 不信你们自己来内蒙看 而且既然有这么多人都怀疑呢 我给大家详细讲一讲 内蒙的高考是怎样的 哎 各位 真相要揭开了 大家首先关注的是 内蒙的文科高考 注意 内蒙文科 这都是内蒙内部发布的啊 就是我们一般人拿不到 你看 6月7号上午考的是定点马术 骑射 哎 对 下午呢 考的是骑马五公里越野 那晚上呢 就是要考夜间的蒙古包搭建 然后6月8号的时候 对 这个时候上午考的是个人现实围猎 下午呢 要考个人套马 晚上考的是考羊腿 制作工艺 大家明白了吗 这个才是人家内蒙 而且这是内蒙文科考试哟 比许多人强吧 对 你看 尤其他们这个骑马 骑马射箭 这个可以说呢 是相当的有难度的 这真不是 我说内蒙以外的人 你就没机会参与这样考试 因为你去就行吗 注意他那个靶子 注意吗 仔细看 这门可以说是最难考的呀 对 注意了啊 那个靶子上红色部分 你要射中的话 就是一本 黄色部分 只能去二本 蓝色部分 三本 你要是万一射到 就是这个靶子外边 怎么办 专科 你要是射拖靶呢 就等会都没射到这靶子上 怎么办 我跟你说 那基本上 就是说 这个也没啥特别的戏 你就 你就复读吧 加里顿 对吧 那个打工去吧 割草 割草 对对对 割草去就可以了 就真的是有难度的 然后说那个 就是比如第二天的考试 要考这个围猎技术 这个也很难啊 这个要不经过从小的训练 怎么可能做到呢 而且说 专门是会让武警围出大的围场 整个科目在内蒙有好几个考场 比如说呼伦贝尔草原考场 对 克尔庆草原考场 通辽考生都去那 然后乌拉盖草原考场 然后像赤丰的同学都要去 霸上草原考场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就是霸上草原考场 对对 然后然后说像乌海和阿拉善蒙的同学 就比较特别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一个方法 没有什么草原 就是全是沙漠了 所以他们那里考那个打猎的时候吧 据说呢 是加分会比较多一些 所以所以你都不能相信 就是说内蒙的考生 有的时候他们甚至并不希望住在水草丰美的地方 而是希望移居到比如说乌海呀 或者或者这个什么什么这个这个阿拉善蒙 为什么因为那是沙漠 在那呢 加分多一点 你看外人不知道吧 对呀 那那有人会问了说那个什么围列 围列这个分数怎么算呢 它其实是有一套非常复杂的计算分数的方式 但是你们可能就确实不了解 我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在这呢 就是围列的时候呢 主要考的是打猎的猎物的重量和种类 你看比如说你要是打到老鹰 哎 50分 这个比较高 打到野狼呢 哎 35分 就说最低的是打到鸡 野鸡 哎 野鸡是5分 所以打野鸡 这个就就就就稍微的亏了一点 所以所以呢 这个然后这位小约翰内蒙的网友呢 就告诉大家说他当年打的什么呢 他打了一只野狼 又打了一只兔子 所以最后加分总分加了50分 还是不错的 对 所以 所以说说整个这个内蒙的同学的考试里边 其实真正难度大什么呢 6月8号 6月8号下午 下午考的什么 大家还记得吗 我刚才跟大家介绍了 对 下午考的呢 是套马 有印象吗 对 套马哟 套马又很难 难度很大 因为男同学套马都很费力 女同学就更不容易了 所以呢 就这个科目只要是女生套马成功的话 直接985 基本上没有 没有问题 所以在这里提醒啊 就说外地各个985大学同学 你们见到内蒙来的女生 一定要心存敬畏 因为什么 这是当初 他可是套过马的人 套过马的骑女子 然后说第一天的晚上呢 有一个考全羊 6月8号晚上考全羊 这个实际上主要是未劳啊 高三考生 就让大家放松 考完就吃 象征着高中生活的结束 所以其实看到他最后这个考全羊 我是由衷的对内蒙同学 还是有些羡慕 这个真的是其他地方的这个考生 没有的这种享受 有人说 有人说打了一只临终白狼 直接打到临终白狼的话 985 211那都没问题了 闹得好是保送这个清华北大 真的 真的吗 那当然了 临终白狼 这可不是好打的 把我快点 把我保送到北大 你得用剑才行 算了 这个就打住了 千万别真的那什么了 OK 你们不是内蒙的 今天开演了吧 这个秘密 隐藏了很多年 你知道内蒙 为什么内蒙要专门设立内蒙古 自治区 对吧 而且大草原上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你不知道吧 我觉得我还没说完呢 我要接着说 我接着说的是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内蒙的文科考试 应该大家介绍 那内蒙的理科考试 又是怎么样一个情景呢 我们首先看一下 内蒙理科考试 它的这个考试表 人家是有表的 大家看 7号考马术射箭 然后晚上要考夜间狩猎 8号要考马术综合能力 以及白酒三星 6月9号要加使 选修一 蒙古包建筑学 你看学理 你得会建蒙古包 传统考全阳学 下午还有蒙古摔跤 还有自动化武器射击等等 哇 这太神奇了 你看 你看 他们同样 理科也考射箭 但是呢 理科考射箭的时候 很清楚的要求 必须站立射箭 明白吧 站立射箭 其实是 是有难度的 你想考上青华北大 必须射程得达到 200米开外 就达到这样的程度 所以说 内蒙啊 内蒙同学 其实也真的是不容易 对 但是幸好这次呢 是有朋友 把这个真相揭露出来 而且立刻呢 有其他内蒙的同学证明 你看 这位内蒙 说我当年文文985的实力 可是倒在了三斤白酒上 还严重影响了第二天的考试发挥 真是可惜啊 初始未竭 身先死 尝试英雄泪满精啊 那这位内蒙同学讲到说 天知道我考试那天骑的那个马 怎么就看上人家小母马了 一键射歪 考了个二本 你看 对 这就是内蒙同学高考的苦恼 其实有的时候也要看运气 对 还有一位内蒙同学 他说要不是当年我射箭射到考官了 可能就上清华了 哎 你看 对啊 其实呢 射中考官的时候 如果你原来报的是清华的话 那么北大是很有可能录取你的 可能你不太了解 这两个学校的渊源 哎呀 各位 我们今天 对吧 大家正在收看的是小白老师为您主持的视频 直播节目 我们的节目是每周二三四的晚上八点到十点之间准时开播 今天我们终于揭开了高考的暗黑真相 那个内蒙的高考我们已经明白怎么回事了 现在大家来自各地 也跟我说说你们那儿究竟怎么回事 好吗 你们的高考其实是个什么样子 你们说反正我也知道 那个接下来我就毫不客气的要来讲一讲咯 我们那儿高考就是比谁吃的热干面多 谁吃的小龙虾快 湖北 湖北的高考真相出来了 必须湖北的高三考生 你得那个会吃小龙虾 播的要快 而且还得吃热干面 厉害了 好了我们再看看其他地方的考生 你们不说我来说 可有趣了 首先呢我们要看一看广东的同学 广东同学他高考考什么呢 叮 这位说啊 含闽南语福州话 普天话等各种方言 然后6月8号上午呢考的是制斗广东人 6月8号下午考的是台风生存测验 哎哎那个我说在线的各位福建网友 是吧你们可以证明一下 我们再把视线呢转向上海 上海网友说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当年我们高考考的是如何跪舔丈母娘 哈上海我们早猜到了 那再看这个 这江苏人江苏人讲到说我们江苏人高考呢 都是一个人一个小隔间不能见面的 因为怕内斗打起来收不住 对江苏号称喜欢内斗嘛 来我们把视线转向 我们大东北 我们东北高考都不带准考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反正背着砍刀 监考老师也不敢捏 那我就带汗了吧 我们具体看一下 比如说黑龙江的同学 那我们黑龙江高考当年还有晋身武器 什么桌仪板凳啤酒瓶 格斗课呢 防止出现你瞅啥 瞅你咋的呀 然后挨揍的情况 还是素质教育好啊 来还是东北 当年我参加辽宁高考 6号上午呢 二人赚满分 150 达了120 下午你瞅啥对砍 我们考场30人 我被砍躺下的时候 还剩5个人 7号上午喝扎皮 带锦州烤串 烤砸了 扎皮才6杯 烤串没到50串呢 就跑度窜息了 在已经对自己上985 不抱希望的时候呢 在已经对自己上985 不抱希望的时候呢 7号下午啊 最后一颗快手喊麦 完成自我救赎 刷到5个火箭 10个跑车 上了个211 老辽大 哎 你看这个这个不错呦 哎呀 还有哪啊 我们再看看山东吧 啊不对 哎 瞧 山东 高考山东啊 要考挖掘机技术 用挖掘机炒菜啊 哇 还是山东厉害 天津 作为天津人 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当年我们高考考的是说学逗唱 你要是会天津快板的话 额外加十分啊 加十分啊 再换一个 湖南高考你们不知道吧 B考向是赶诗 扣分最多了 就是赶诗的一定要跳到一定高度 而且赶诗的距离呢 要明确的规定 这个这个有难度 这个还需要胆量 湘西的感诗很有名的 去山西 山西一看 你们知道山西的同学 闻考喝醋 李考挖煤吗 对不对 人家滴了个小产产 一壶醋 一小壶醋就去考试了 哎 这个厉害 对对对 充分结合了这个地方特色 对不对 山西 煤炭资源丰富 挖煤 哎 山西老陈醋 格外的酸 对 咱们在喝醋 对 哎呀 真是各省的高考 有各省的特色啊 真是让我等大开眼界 非常好 非常好 大家还有什么各地的这个可以贡献一下 我们再看广西 那广西高考 7号上午考 掏袖球 下午是竹竿舞 晚上是砍柴和钻木取火 8号呢 全天是唱山歌喝白酒 9号呢 是选修 野生动物巡服及喂养 选修二是野外生存及打猎综合技能 哎 广西也很连人神嘛 去重庆看看 我们重庆考的是 是烤凉菜 鸳鸯火锅 微辣火锅调配 中辣火锅调配 以及爬山 对 山城重庆嘛 是吧 海南 偷偷告诉你 我们海南人当年高考都是烤爬椰子树 十分钟内爬上椰子树 并且摘下椰子 摘的椰子多少 决定你能进北大 还是海大 海大呢 其实就是海南大学 贵州 贵州高考 考喝一瓶茅台100分 小弟不才 才喝了三瓶多 河南 我大河南表示 那啥 那啥 河南的同学表示 无语了 OK 今天我们终于 本节目率先 这个在 揭开了高考的真面目 对 各地的高考 其实一彩分成 这里有网友介绍说 我大绍兴 是烤臭豆腐 北京 烤谁 最能挤车 我温州高考 考定一个小目标 厉害了厉害 江苏 考 打葛军 打葛军是什么意思 浙江慈禧 考 斋 杨梅 好开心 好快乐 这里有一位询问说 北京是不是烤西雾霾呢 诶 烤鸭 北京吧 这个就说 这天呢 它雾霾少 对 好了好了 然后 这里有一位 Live 他说成都呢 是烤麻将 这个会是 好的 那个暗黑高考 对吧 给我们带来了 无穷快乐 然后 就围绕着高考 对吧 其实有很多的新闻 很多的消息 值得与大家分享 接下来 我们要关注一下湖南 湖南方面 与高考有关的消息 是怎样的呢 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说的是 说这个 湖南永州市 人民政府网站消息 随着高考悄然临近 永州市宁远县城区范围内 将近5000名广场舞大妈 积极配合相关部门 在高考期间 主动歇业 停跳广场舞 为高考学子 保驾护航啊 哇 这个消息传开啊 大家都觉得 说这些这个广场舞大妈 这绝对是 深名大义啊 深名大义 深名大义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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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我我 我有感觉啊 深名大义 是不是有点过奖了 谢谢格伦 亚伦 雅哥 送的考虞 就是说 你知道 如果广场舞大妈 主动的就把这广场舞停了 那说明什么 那只能说明一件事 说明他们自己也知道 其实广场舞特别闹得慌 对不对 对 你要不觉得 按照大妈平常说的 说广场舞其实对吧 很好啊 根本不扰名啊 按这种说法的话 那你就没有必要在高考停下来 就是合着您 大妈 你们也知道这东西 其实是扰名的 对吗 OK 那 对啊 那 那 那我这么说 您要是把这高三考生 已经考 已经给他扰了都三年多了 三年时间了 然后眼看着到这个时候 对 你说 你说你就不扰名了 就那个深名大义 这样好吗 如果这些高三同学 其实已经习惯了 你们动动呛 动动呛 动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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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到高考了 突然这节奏感没有了 你知道吧 他以前都是随着这个节奏感 背下的各种文宗礼宗啊 这种 结果面对试卷 突然脑中一片空白 因为异样的 令人不安的寂静 对 对不对 是吧 这里有人说敢惹大妈 说不定某个大妈就是未来丈母娘 还真是 大妈就仗着没人敢惹他们 是吧 有人询问 那大妈去哪跳啊 哎 这不会是大妈在问我吧 好的 我不会说 我现在楼下就很欢乐 你看 说起来 人家湖南大妈到底还是停了 停下来 对吧 这个为高考的同学让路 有些地方大妈干脆停都不停 这里有人说 长江边上跳啊 先告诉我 是不是长驱的大妈 长驱的可不敢惹呀 嘿嘿 哎呀 好了 我建议呢 就说大妈们也向湖南的学一学吧 至少呢 这段时间能停的稍微停一下 高三同学 这么重要的一次考试 我们大家都应该为他们 你看我今天节目 对吧 我和我们家邻居专门穿上红色的衣服 为高三考生壮行 那大家都应该有这种 哎 这里有人说我们重庆 我们重庆也停了 全停了 嗯 还有人说这是恐怖来临之前的寂静 这个也对 大妈们这些日子呢 就是说憋了这么多天 等到他们的那个锣鼓声再敲起的时候 我跟你讲 会像发疯一样 冰冰邦冰冰邦 OK 所以说到这个东西呢 我就要讲到上周 我说到在洛阳王城公园篮球场 一群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 是吧 非要跟人家这个就是 就是个篮球少年啊 争那篮球场 他们要跳舞 结果双方发生了争执 然后当时 是吧 就是 你要知道广场舞大妈的威力 可以可以吃 他们是你看 齐心齐力 战斗力特别强 所以当这个洛阳的篮球场上出现冲突的时候 是吧 人家要站篮球场 要跳舞哦 直接就把那篮球小伙子给 给给给给给一顿臭揍 对 就出这个事 这个这个新闻当时也轰动一时 大家各种的谴责 然后据说呢 有关方面做出处理 说这个篮球场呢 还是要归这些篮球少年 对 然后帮大妈们另外找地儿 可是 其实 后来找的地儿 人家大妈不认 又占据了篮球场 哎呦 真的厉害啊 我觉得 我觉得简直没办法了 那个 但是光是 你说这个大妈们 你们不能站着 人家也不听啊 对不听 不听 不听的话 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事 可能需要逆向思维一下 我觉得是这样的 之所以现在大妈们 越来越多的 抢场地跳广场舞 为什么 因为老年人越来越多 因为我们国家正在进入 老龄化社会 所以老年人口比例越来越高 那在这种情况下 这种矛盾是必然发生的 这就意味着 看来全社会都应该认真考虑 就是为老人家 新建更多的篮球场 新建篮球场有什么用 新建篮球场之后 给他们跳广场舞 万一他们什么时候不跳舞 倒过来 再剩下的时间 让年轻人打篮球 是这个意思 大家明白了吧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广场舞 你仔细想一下 它有没有好处 有 大爷大妈成天跳广场舞 他们的身体一定比较健康 健康的话 就使得整个国家的 这种医疗系统的负担减弱 对 所以从长远来看 广场舞是有它的道理的 既然现在已经发生了冲突 那就得想个办法来解决 就是弄个什么办法 能够使得广场舞 第一 就是说场地足够 不会跟年轻人抢 第二 别那么闹腾 能不能来点安静的广场舞 就大家以后 就怎么来说服 大爷大妈 就大家全是无声配合 对 各位你大晚上上街 扭头一看 一大群 这个就很酷很酷 谢谢网友送的竹子 现在时间是21点24分 今天是2017年的6月6日高考 头一天的晚上 各位正在收看的是 小白老师为你主持的 网络视频直播节目 我们的节目 每周二三四的晚上 八点到十点之间准时开播 我先搭点水去 林杰我帮你搭点水 好谢谢 不客气 谢谢 不乱七 好像有盒儿化煤 不知道给我哪儿吃 这个吗 这个这个 你说化煤吗 羊煤 好 羊煤不是小时候吃的东西吗 我喜欢吃 小时候可爱吃的 有吃过 这里有人提了问 小白老师 请问书架上 你背后书架上是个什么呀 是结婚证吗 结婚证 我屋里有结婚证吗 这个 不不不 肯定是上面那个 那个 拿下来看看 这不仅有结婚证 还有那个 结婚照 结婚照呢 哎呦 哎呀 既然大家问到呢 这个倒 应该跟大家分享一下 哎 这个是以前 那个我做一个节目叫麻辣书生的时候 一位网友送给我的 这上面写的是 最帅男教师 哦 这个这个 对 等等 我想问一下 网友为什么会知道你的地址 哦 他们是通过那个学校里的一个老师送给我的 嗯哼 然后呢 至于这个 这个照片 这个也很有纪念意义 这是当初我在非洲的时候 对 和一群黑人朋友 一块参加活动 参加环保的 培训活动 对 然后其中有一个人穿着这个 呵呵 这是我 这是当年的我 嗯 OK 当年的你 当年比较帅一点 嗯 有人询问非洲哪里 是不是坦桑尼亚 还真不是 是尼日里亚 嗯 好 哎呦 今天这个红裙子太长了 啊 哎呀 辛苦你辛苦你那个穿红裙子 这是今天我们家邻居在我的要求之下呢 我的建议之下 然后专门 这个 穿上红裙子 让我们一起呢 为高三考生 明天和后天的考试 加油 加油 祝位 加油 祝高三 加油 同学 对吧 马到成功 明天的节目我们会那个 关注一下 那个高考的作文题 一定很有意思 我都忘了我们那天高考是什么作文题了 嗯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广场舞 对吧 广场舞导致的一系列的纠纷 这次呢 湖南的广场舞大妈 为高三同学啊 来让道 许多人都夸他们声名大义 这个我不算是特别的认同 就是合着我们平常 这个老做好事也没人表扬 他们偶尔停一下 就成了声名大义了 是吧 大妈的战斗力虽强 但是我觉得也需要讲道理 对 那个就是我们畏惧的是 你看你看这个劲儿 一个个端着枪 对吧 端着个大枪 大妈您端着枪 这是准备对付谁呢 就是能不能有话呢 好好说 最好别动不动火气那么大 对 所以接下来我想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一段有趣的东西 这是我啊 我以前不知道原来在我国台湾啊 也是有这个广场舞的 对 但是他们跳这广场舞就比较有趣 他们专门通过跳舞呢 让大家能够保持脾气平和 然后呢 不生气 我觉得这个呢 很值得借鉴 所以我要把这个广场舞推荐给 我们的一些火气有点太大的 大爷和大妈 这个 我去生气 胸光变速 胸光变速 生气不可倒日落 小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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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气不可倒日落 小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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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 不再生气 这个时候 不再生气 这个广场舞呢 是叫人不再生气 对 不要暴怒啊等等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种奇怪的感觉 就是我怎么越看着又越生气 就看着有点像大人的感觉 好吧 这个不是特别能够让我能够理解 那么我们今天呢 恰好 还有一些其他的待会会说到与台湾有关的内容 也相当的有意思 但是我首先要讲到 是来自英国的消息 有人说刚才这个台湾的这个广场舞 有点像远古时期的感觉 对啊 其实反正很特别 台湾风格的广场舞 挺有意思 挺有意思 来来来来来来 我们首先要讲到的是在英国发生的事情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说这个事情 就是 伦敦发生了恐怖袭击 导致很多人伤亡 挺吓人的 周六 当地时间周六 就是6月3号晚上 有一辆白色货车在伦敦桥很有名的地方 伦敦bridge 突然之间高速冲撞行人 并且冲下来三个人拿着刀啊 砍人 结果好多人就被砍翻在地啊 哦 这个东西出来之后震撼世界 而且震撼的是什么呢 因为他不久前才刚刚英国被恐袭过 结果没想到这会又被恐袭了 哎 你看 这这这 这恐怖分子是有多么喜欢袭击这个英国呢 那伦敦人民吓坏了 四散奔逃啊 这脸上的表情 真的是惊慌失措呀 但是话说呢 在这个时候吧 就出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什么呢 在国内有一位著名的公知 这也是大V级的人物啊 就是驴秋鹿威小姐 她那个什么 就是发了个微博 这微博这么写的 说伦敦机场 就这次恐怖袭击之后 伦敦机场忙碌有序 面对恐袭如常生活 不被恐怖行为 激发仇恨恐惧 是最强有力的回应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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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 就是经常会有公知 这样描述啊 国外的高大上 对吧 但是 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的 我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看到的英国的反应 是另外一个样子 比如说 这位 大家认识吧 这是这个英国 现在的这个首相 特雷沙梅 特雷沙梅 在这次袭击之后 发表了非常强硬的讲话 怒斥恐怖分子 对吧 提出了新的反护 反恐举措 而且他认为呢 英国对极端主义 太过容忍 他说现在应该说什么 enough 够了 我们不能 也不该 假装事情 可以这样继续下去 哎 哎 我觉得他这句话说的 其实 铿锵有力 呃 我们 我们再配上这个 这个微博这个图 就更加有趣了 对吧 驴秋小姐说 对吧 不被恐怖行为 激发仇恨 恐惧是最有强力的 最强有力的回应 但其实这种说法呢 有点这个 太圣母了 我倒觉得 人家英国首相说 对吧 说我们不能 也不该 假装事情 可以这样继续下去 是更加的到位 就是在这样的这种 这个画面里边 不知道为什么 我好像听到了 某种打脸的声音 噼噼 噼 噼噼 就是噼噼 这就说的什么呢 我们不能说 驴秋如威小姐 是吧 她就这个 好像太天真怎么样 我们应该说的是 驴小姐 不是 驴秋小姐 她实际上呢 是有点太过善良 对吧 太过善良 就会出一个问题 就有时候会被人 带勾里了 就是 就是 你要知道 太善良的人 是非常非常容易 被误导的 这个事情呢 我是有证据的 就是接下来呢 我就要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咱们 那个内地啊 有一位著名的 这个男演员 号称内地四大小生之一 应小天 大家有听说过 应小天吗 对 这两天 上了热搜网 原因是什么呢 说据说他被 骗婚了 啊 怎么会有骗婚 这样的事情呢 原来不是从 我看到过报道 说说说应小天 娶了个特别棒的媳妇 让人献煞旁人啊 哎 我们搜集一下 就当初有过很多的图片 大家看 这个呢 就是帅哥 应小天 和他娶的这个妻子 哎 也很漂亮 他这个妻子呢 叫做雷哈纳 不对 雷哈纳是美国的 什么哈纳 对 反正是哈纳吧 哈什么纳 或者什么哈纳 对 挺漂亮吧 对 然后当初他们结婚的时候 你看 哎 哎 你可能会奇怪 就这个头上 这是怎么回事 这把一个什么东西 这个带上去了 这个呢 其实是蒙古族的传统服饰 很特别吧 同时也很好看哦 对呀 我们再看这个 哎 这个就是这个幸福的夫妻二人 你看 那个小天站在前面 然后他把他妻子的手 按到自己的胸前 哎 我怎么觉得好像 我在别的地方看到的是 是妻子站在前面 然后老公 好吧 这个不重要 然后再看这个 幸福恩爱照 这个 就是这个 什么哈纳 哈什么纳 怀孕的时候 对吧 哎 小天 就是在这倾听 倾听什么呢 倾听幸福的声音 就这真是恩爱夫妻 羡煞旁人啊 而且现在还儿子也生了 但是没有想到 传出消息来 说什么呢 说这个应小天 可怜的应小天 他是惨遭被骗婚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我们就必须 对吧 看一看 这狗仔队 哎 这居然是狗仔队 拔出来 这倒挺奇怪的 来 我们看一下 真的吃瓜群众 早就习惯了 渣男复兴劈腿 无辜女性 忍辱负重的传统戏码 但小编今天的爆料 恐怕要让各位 准备好火力攻击 渣男的宝宝们失望了 这位力挽 渣男狂乱 最终娱乐圈 亲游的神秘男子 正是一年要逛 两次海岚之家的 应小天 据信报应小天 2015年 与内蒙女子 哈琳娜里 正并于当年 9月举办婚礼 2016年 1月喜得贵子 但是隔一年后的 今年1月初 两个人低调离婚 原因竟然是女方变婚 在谈恋爱的时候 告诉小天 她是天宾科大本科 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之一 我们家人一样 在谈恋爱的时候 她就跟 包括介绍人 就开始说 父亲是 兴局级的国旗老总 然后母亲 在家乡有那么 几十个 十几个的这个 连锁店 两人去出国旅游的时候 她跟小天提 咱俩要是结婚呢 买婚房 我们家出一天啊 这是她主动提的 我的天哪 这么强悍的女子 为什么要进行 嫁明星这么低难度的操作 按照爆料人的说法 家是背景 优优的英小天 由于父母都是大专学历 自己也是艺术本科生 因此在所有方面 格外看重 对方的学历背景 父母由其青睐 学艺专业 以便照顾英小天 由于娱乐圈 少有高知女性 因此她的婚姻大师 就这样一拖再拖 2014年 两个人因相亲结识 彼时 浩莉娜还叫赵雨燕 自称智商高达152 富二代加十八人设 再加上外形亮丽 两个人顺理成章 很快奉子成婚 2015年6月 两个人领证 同年9月举办婚礼 英小天为了澄清 按照女方母亲要求 奉上彩礼210万元 并给女方父母 买了名表珠宝等 价值不菲的见面礼 据女方称 因为婚礼有重要领导 参加谢绝媒体采访 同时 谢绝英小天父母 上台送祝福 并以民族传统的名义 临时将名字 由赵雨燕 改为哈琳娜 哪知道 从领证到办婚礼的过程当中 英小天陆续发现女方的疑点 骗局一旦揭开 简直就是一个连环套 深陷气劲的英小天 任谁拿什么 也无法拯救 快结婚那一段 他们不是在杂志上 发了好多照片吗 有一个朋友的朋友 就认出来了 告诉小天的朋友 说这个女孩是 天津五九一学院毕业的 小天就去问他了 说你不是说天津一科大吗 为什么这是五九一学院 然后他当时就是还哭了 他说你怀疑我 我其实是 我是双学历 我这本科同时上俩 双学历 拿了两个学位 所以后来就是拿他这三个证 三个证 学信网 一查 一个都查不到 他毕竟呢 就是一个正处级的 国企劳动 结婚的时候 就是在那种的婚礼之后 去那儿 等于就是个早点部 吃个早点 然后是离他们住的地儿也很远 等于就是就那么一个早点工 回来之后呢 这个 就说这个我们家现在做 叫什么不良资产 然后钱现在都割里头了 这一千万呢 拿不出来了 他出来反正这个 本来计划好了嘛 这一期买婚房嘛 而且他手中提 小谈就跟他 反正说过几回 说说你每回都不同的原因 后来小谈就说 哎 你无所谓 婚房不买了 我房子也够大 就住我那儿 你咱有什么嫁妆吗 嫁妆 提过 后来说过 就是 我爸给打一百万过来 隔了几天就说 我们家做那个不良资产 这一百万 我就不忘你让人打了 我直接就 就那个 头在里头了 没这一百万 只是说说 压根就没见过 孩子生出来之后 小谈他们家停水 所以就是 先没回小谈他们家 先去这个 赵爷儿他们家 结果一去了 小谈就毛了 同一个 就是小谈每次送他的 同一个单元 之前他一直说 是六楼 住六楼 结果去住的这个地方 是一楼 小谈说 这不是六楼吗 怎么变一楼了 然后呢 就不说 小谈说 这是你的房子吧 你说得定买房 买房 你顺床有房产证吗 就急了 叫他妈 你去给我找房间 房产证了 说好 也没找来 就说没有房产证 你又能怎么样 一段出版谎言的婚姻 就这样尴尬的维持着 直到去年一月儿子出生 哈琳娜母嫔子贵 殷小谈表示 只要好好过日子 就既往不咎 然而哈琳娜在痛哭流涕 忏悔后 我行我素 孩子满月随即携旗 人间蒸发 不再与殷小天家人联系 去年六月 哈琳娜起诉离婚 并今年一月正式离婚 殷小天付给女方350万元 即每月15000付养费 哈琳娜对骗婚行为 也在法庭上向殷小天道歉 不过这个骗局 带来的最大后果 是殷小天及其父母 自儿子满月至今 已经一年多无法相见 即便双方按照法定的 探视时间赴约 哈琳娜同样爽约 面对无法与骨肉相见的现状 殷小天已经倾诉 争夺儿子的抚养权 全屏直播也将继续报道 插刀 好吧 这个呢就是悲催的殷小天 这真是够 真是怪惨的 这等于是他是被骗婚了 听着呢是挺可怜的 不过呢 我其实也有点疑问 你比如说他这里边 说到一些骗婚的情况吧 最后反正是离婚了 要了350万 然后每个月要付15000付养费 一直付到孩子18岁为止 但是毕竟小天 一小天是个明星嘛 这个钱应该还掏得起 我这觉得里边一些细节 比如说说他们家 原来开了很多连锁店 后来发现主要 就开了一个早点簿 因为其实早点簿不错呀 就是说真的 也能解决这个早餐问题 对吧 你这简直包子油条 可劲糟啊 对吧 这个问题不大了嘛 就是早点簿 难道非得要个晚点簿 是吧 另外比如说 说应小天送他回家 然后后来发现 说每次说 那个同一个单元 以前住六楼 对吧 后来发现住一楼 这个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 我姑妈试试 哎 小天送这个哈琳娜 对哈琳娜回家 然后最后分手的时候 小天 哎 你就住这里边 住哪啊 然后人家就跟他666 666 结果他可能听成六楼了 就这个不是个原则性的问题 我是有这种感觉 对 但是话说呢 这比较悲催的是 应小天现在连孩子都见不到 大家别想象这个事 我跟大家讲 就是说那个 咱们在线的 其实有很多的屌丝 对吧 很多单身狗 然后将来说不定 也会结个婚 但是闹不好 你有可能被别人干掉 就是被别人踹掉 就觉得 跟你离了 然后那个时候 你们碰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局面 就是见不着孩子 对于许多 反正我是认识一些猪 就是那个 有了孩子之后 想法不一样 见不着孩子 抓心脑肺 非常的痛苦 所以这件事情上 我们是充分同情 应小天的 然后这件事 也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是在演艺圈里边 这个应小天啊 还真是一个难得的 单纯 而且善良的人 他不是这样 怎么会被骗成这个德行的 对吧 就是说 不要单纯嘛 那个 所以说真的 就是应小天 他这个人的 善良的程度啊 可以说是 有目共睹 甚至不单是娱乐圈 娱乐圈之外的人 那都是 都是知道这事的 反正我就曾经听说 比如那个 著名的京东 京东老总叫刘强东 他就曾经在公开场合 直接表态 他说什么呢 他说 小天 是我认识的 最善良的人 各位 这是不信你们上网查 就是真的 他真的说过这话 就就等于是 按说隔行如隔山 但是人家刘强总 强总 人家都知道小天 应小天 是这么善良的一个人 对吧 所以那个 对于应小天的这个关注呢 我们以后还会找机会进行 因为据说呢 应小天 曾经各种的 被他的 什么兄弟呀 朋友插刀 以至于都江湖上出现了一个插刀叫 是吧 怎么可以对 这样对一个善良的人 怎么可以 对这个对人家刘强东都觉得是他认识的最善良的一个小天呢 可以吗 不可以 但是这也说明一件事情 什么事呢 做人呢 善良是对的 但是善良到有些呆傻 这个就有问题了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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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不合适的 所以大家不觉得在生活中许多时候由于我们善良 所以事实上经常被各种的误导 对这个情况是有的哦 我接下来说的事情 就要说到 我刚才说了 说那个啊 要说一说台湾的事 台湾啊 那台湾6月2日的时候啊 是突降暴雨 哇 多个县市呢 是传出了灾情 结果导致人员死伤 包括失踪啊 受困等等的情况 哦这雨呢下的可以说是相当厉害 这个我们也非常的揪心啊 担心台湾同胞啊 对呀 他们过得怎么样呢 大家看 那你看街上都成这样了 就那个公交车吧 直接就成了船一样 然后在车上 那好像真的是船的感觉 就坐在车里边是这个样子 对呀 哎呀 就何其严重 那很多的车辆全都泡在水里边 对吧 停车场变成了湖泊 那包括这个 吃饭的地方什么的 就水都直接进来了 可是呢 看到这样的情景吧 我不由得突然想到一个人 谁呢 龙英台 我不知道在线的各位 是否知道这个名字 是否认识这位了不起的 对吧 作家 文化人 哎 我为什么这时候突然之间想起了龙英台龙女士呢 这个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这个龙女士吧 她曾经这个发表过一篇相当有名的文章 这个我就不知道大家是不是 是不是知道了 叫做 拷问一个城市的良心 哦 拷问良心 说的什么呢 它这个里边有这么一段 说是啊 就是看一个城市 你要观察细节 最好呢 是来一场 倾盆大雨 足足下它三个小时 哎 如果你撑着伞带溜达 一阵发现 裤脚啊 虽然湿 但是并不肮脏 交通虽然慢 但是并不堵塞 街道虽然滑 但是并不积水 这就表示 地下排水系统和都市计划配合的相当密切 这个呢 大概就是一个先进国家 那如果一场大雨 使得你浑身泥泞 汽车轮子陷在路坑里 积水银齿 店家的茶壶投书都飘到街心来 小孩在石子路口用锅子捞鱼 那这大概就是个开发中国家 他或许有钱 建造高楼大厦 但是却没有心理去发展下水道 高楼大厦看得见 下水道看不见 你要等一场大雨 才能看出真面目来 哇这篇文章 我记得曾经在国内 就是咱们内地流传很广 很多人都用这篇文章来机访 就说现在内地的城市表面光鲜 有什么呀 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 你下场雨 你就看到这个城市的良心 其实是下水道 意思就是讽刺我们的城市 不够有良心 对呀 那这回这个机会也好 你知道以前反正内地哪个城市下雨的时候 都有一帮的公知出来 一帮大V就用他这文章讲 城市的良心你们没有 你们这水怎么漫出来了 等等等等 这次轮到台湾下雨了 下的还稍微的有点大 那我们看一看台湾 对这个城市的良心 现在是什么情况 大家看 是这个样子 这井盖简直了 对吧 直接就给喷出来了 对 那怎么证明这井盖 它是在台湾呢 好吧 大家看 中正路25项 这是台北街头 后边就是正在喷水的井盖 这张照片拍得好 那么台湾还有什么情况 这个什么超市啊 店家都在这拼命扫水的 哗啦啦的进来 哎呀 然后赶紧啊 这个简直了 都成了湖泊的感觉 湖光山色了 瞧这个 这个呢 是台北的机场 哎 这机场逗了 说去年的同一天 水就漫上来 那隔了一年 还不赶紧把这良心 下水道修好 2017年还是这样 对 更加可怕的是 说这次下雨吧 就是那个台湾第一 核能发电厂的那个电塔 都给都给倒塌了 喂 拜托啊 这个这个事严重了 这台湾毕竟是我们的宝岛 你们再怎么弄 就是起码的良心 下水道我们算了 我们不追究了 你别把核电厂给 别把这地儿给弄脏了呀 就说呢 就是这场雨 就很像是 刚才我又听到了 打脸的声音 对 风声大作 雨声大作 打脸声 也大作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我就说呢 还是啊 许多朋友 以前太善良了 对 我们严格要求自己 是对的 但是被别人忽悠来忽悠去 一会就说你 那个没良心 因为怎么怎么地 这个其实 就不太 就不太有意义了 小白老师 我看到小倩 激励了我 努力高考成为跟你一样的人 拥有一样的美女 你加油吧 不话说呢 其实 跟有一样的美女 对 就这一样的邻居 拜托 这是我们家邻居 好不好 今天有人给你刷竹子吗 不多 第一次看不是重播的 对我们的节目呢 是每周二三四的晚上八点到十点之间 准时播出 然后欢迎大家收看直播 但是呢 不看直播也没有关系 我估计很多人看到这镜头的时候 一定是看重播 因为我们的节目会二十四小时重播 在周末 可能还会三集联放的重播 有人刷竹子了 小倩你真厉害 你一句话就哗的群竹子出来了 谢谢大家 真厉害 真厉害 这里有人说是麻辣书生的粉 那是多年前的往事了 天哪 竹子刷起来 谢谢大家竹子 你看一刷都刷不停了 这不是曾经的老狼脱口秀吗 是曾经的狼哥脱口秀 求小倩的微博 邻居 你说一下微博 小倩爱学习 他的微博是小倩爱学习 谢谢 哼 哼吊吊 送他烤鱼 好多人给你刷竹子 真是 还是你厉害 你知道我的话 就是竹子都说不了几根 好吧 那个 就是刚才说到了 城市的下水道 城市的良心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感觉到一种打脸的感觉 然后呢 至于这位龙英台女士啊 之前那可是被公知吹上天了 我首先说 就是龙英台写的文字 还是很漂亮的 包括他的以前的野火集啊等等 但后来写的 比如像 什么大江的海 1949 就有点扯了 真的有点扯了 那个是那个人 沐颂听过的吗 对 沐颂 至安德烈 其实也写的错 但他就是凡是涉及到 比如说涉及到大陆 涉及到内地 涉及到政治的时候 就一塌糊涂 然后他写那个什么 大江的海1949 我还专门找了一本看了一下 我就特别扯 他里边写的是 就是共 解放军之所以能够获胜 是因为吧 先让这个什么民工 冲过去堵枪眼 然后呢 他们再上来 这不是开玩笑吗 解放军要这么干的话 哪个民工还会 之前还会 跟解放军在一起 所以这个就是 脑袋有点糊涂 真的是有点糊涂 看这种战争片 不都是解放军排着一排 然后抱着战亚包 一排一排的往上冲 拿生命去抵吗 但是在台湾有一个神奇的传说 就认为中共之所以能得天下 是因为他们先让民工 上前送死 然后把那个什么枪口都堵住了 然后他们给轻松获胜 这个真是 就是没大脑到什么程度 才能兴这样的狐 Live的大批的竹子送来 谢谢 现在我们的身高是3米45 非常希望今天 对吧 咱们这期节目播完之后 咱们也许竹子能够冲到3米5 好不好 我突然想到你身高冲2米5的时候 我还会议大家赶快给你冲上250呢 不一会儿都长到3米5了 现在已经3米5了 这个有些话要说清楚 就是说国民党的失败 因为它那时候就是反农派 它代表的是地主阶级和资产级的利益 这个是与人民为敌 所以人民起来反抗他们 对吧 然后当时的那个 就是解放军 也非常英勇 人民支持他们 所以别再编这种 没边的这种胡话 然后身为一个文化人 居然会信这种 胡编乱造的小道消息 我就深深的 我从那时候就开始 对这位文人起了疑心 就不太对劲 谢谢网友送的烤鱼 哇好多烤鱼 哇 球星哎 还有竹子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真好 得明星者得天下 是怎么回事 对 地主为什么不是人民 OK 地主呢 可以成为人民的一部分 但是地主是不会甘心成为人民的一部分 实际上我们国家 为什么那么长久的时期 一直处于封建落后 对吧 荒蛮的程度 就是因为地主太厉害了 收租子收税 所以我认为把地主打倒 就是件好事 咱们就直说 那个 然后 如果你就是地主的后代 那我也没办法 你当然要向着你的祖先 但是我要说 我很高兴 你的先辈被彻底推翻了 然后 中国这个国家 再也不会是地主阶级 土豪猎身在统治 所以它就有可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 它会成为先进的发达的国家 OK OK 我们回过头来 继续说一下龙英台女士 说到龙女士 我必须的想起一件非常有趣的 好 有人要跟我辩论 地主出钱 供村里人读书 地主修桥 怎么怎么的 好 这可是你愿意说的啊 你去仔细看下历史 就是实际上 地主残忍 无情 在他们的剥削之下 中国人民以前过的 真的是诸狗不如 这才是实话 现在冒出一大堆人 主要都是地主的后代哟 拼命的宣称 说啊 地主很好啊 地主对人这个好 那个好什么 都是放屁 因为历史就在那里 记忆就在那里 就是靠湖边啊 把他吹捧 什么民国特幸福 民国幸福扯淡啊 那么地主特别的善良 善良个头啊 对吧 地主学籍必须被打倒 我还恕我直言 且不说地主里边 糟糕扯淡的土豪猎身 就算是些好地主 比较好 他比较善良哦 他剥削不那么狠哦 他一定要收租子了 对吧 那好地主什么呢 不就是解放 那个共产党解放区 搞的一个减租减息吗 你能少收点租子 你就算是好地主 不就这个意思吗 但是他会不收租子吗 那还叫地主吗 对吗 OK 那然后是假设有个 就是收的租的比较少的地主 就是好人吗 不是的 地主的存在 客观上使得中国的生产力 被各种的分割切碎 没办法形成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 这就是1840年 我们在鸦片战争 一败涂地的真实原因 这个国家 地主统治下的国家 是不可能和现代 不可能进入真正的现代社会 OK 所以好地主也一样得滚 让道 这就是历史的进程 是不可逆转的 说得对 OK 所以呢 就是说 冒出 我跟你讲 就是有时候 我去看着工之 把我给惹火 就把人当傻瓜来骗 一会儿说 民国才特别 那什么什么好 什么什么之类的 民国好 是什么 民国抗战争 对吧 人民被屠杀 这叫好啊 民国军阀内战 这叫好啊 民国四大家族 这叫好啊 对吧 就是 这是傻瓜才能信 有趣的是 真的就有人信了 真的有人 并非地主的后代 你家的这个祖先 爷爷辈 闹不好 也受剥削 居然现在 就开始犯糊涂了 你回到那年上 最多当一个 家丁狗腿子 有意思吗 对吗 然后我要翻的 节目进行下课 翻的要多了 你知道按照工之的理论 有一个朝代 特别备受推出 哪个朝代 宋朝 就说宋朝 宋朝特别好 宋朝 哎呀 那个知识分子 低位也高 然后人民也富裕 宋朝真好 应该回到宋朝 别扯了 宋朝是 其他一些国家 希望我们成为的状态 那就是什么呢 又有钱 又没有任何战斗力 成天被人家各种的打 这个就是 这是在被洗脑啊 对吗 这是那个 这个傻瓜才行这套 所以 OK 所以大是大非的问题 我这儿呢 就不客气 我就直说 然后我还知道 为什么会现在有人 反攻闹算 说穿了 又有人想做新的地主 又有人想搞新的垄断 总有人想 骑在人民的头上 你做得到吗 对吧 这个是多少 上千万的人命换来的 怎么可能呢 而且这国家 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 你想要倒回去 没有戏了 没有戏了 你就你自己看国民党 这国民党跑到台湾 干的什么事 第一件事是什么 土改 但是他用的方法 是把大陆 抢过去的黄金啊 全国人民积攒的黄金 用来赎买土地 那如果要是地主这么好 干嘛 蒋介石 国民党 还居然不保留他们 你知道吗 如果要是国民党 当时去台湾 没有带这些黄金的话 以蒋介石的手段 一定找屠杀 地主权杀过 必然如此 这是 就是所以吧 读历史啊 要深入的读 要有自己的想法 别被一些公知啊 大V带着走 那些家伙 有些不是好东西 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是 还是这位龙英台 龙女士 有一件有趣的往事 我一定要跟大家说说 这个说的是呢 龙英台 在2016年的时候 他是去那个香港大学 有一个演讲 当时有一个 搞了一个演讲规模 反正还挺受关注的 叫做大学问的 这么一个演讲 有意思就要来了 大家看 大学问 龙英台上台演讲 对 然后龙英台就问台下观众说 你人生最早的启蒙歌曲是什么呀 这本来是一个很有亲和力的问题哦 然后恰巧呢 有一位中年听众 操着这个广东普通话 就回答说 说这个我印象最最早的启蒙歌曲是 大学师兄们交的一首歌 叫做我的祖国 这就是当时真实情节 就这位戴眼镜的中年人 他说是我的祖国哟 然后 然后龙英台就就就就问了 说真的 我的祖国怎么唱哦 这问题可是你自己提的哦 于是观众席里边就有人开始唱这个 唱这首歌 一条大河波浪宽 然后一开始只有几个人唱 大多数人不好意思 唱着唱着 就越来越多人 开始加入进来 就最后呢 就成了一个大合唱 全场大合唱 然后在台上的龙英台 哎呀 迷之微笑 或者说迷之尴尬 就是基本上按照他的演讲 就是带的方向 带风向 不是奔着这个方向带 但最后就成了这个样子 哎 这个真是难得的精彩的一幕哦 所以今天 对吧 咱们这个既然说到这出 是吧 包括刚才有人问我地主啊 这个那个 OK 我们不如先来看一下这段 龙英台女士在香港大学的讲座 哎 中间出现了 主讲者事先 没有预料到的精彩画面 你下次再听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一首好歌 他是历史的见证者 他是集体情绪的 最忠实的记录者 那你有一首启蒙的歌吗 我想是我进大学的时候 好多师兄在我们唱的 我的祖国 真的 我的祖国怎么唱 头一句是什么 好多师兄在一起 我会认识 想要满 我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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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鼓掌一下好不好 真好啊 你知道吗 我满花 风吹道花 想想我 我家就在 爱上主 哦, 聽過了好夢的孩子, 看過了紅蟲 滿身的白白 我去天氣死我, 是我成長的疑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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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特别 中文字幕志愿者 反向向推动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